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嘉明 什麼事 我幫你買菜 還要送你家裡淋花 還要幫你洗衣浪衣 我是你女朋友 不是你阿四 阿四以前通稱是家裡的工人 尤其是女傭 到現在就會說是某個下人 什麼都要做 任人洗換 以前的富貴人家請工人 通常都會請四種人 包括了近身洗湯 煮飯和打雜 但不是家家戶戶都這麼有錢 可以同時請起這麼多人 所以一般的小康之家 可能只會請一個人 而這個人通常一個人 就要包含四個人所做的事 所以就會叫他們做阿四 一腳踢 什麼都要一個人做完 對阿四 一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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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家製造原料大多數是銅鑼 這些沙波鞏鞏 如果質量不過關 就會被猛火燒到整個底也都掉下來 這樣的情景 广府人就叫脱底 脱底是个意外 很难预见的 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沙烏鱼餐里面那些美味佳咬 就会立刻化为乌有 救了窩祸 就因为脱底这类事出其不意 所以口语里面就将它用来比喻某些类似的情景 比如原先订了很好的计划 要去旅游的 谁知道到时候有个亲戚在美国回来 走不开 不过先前的准备工作就落空 这样就可以说是脱底 又比如跟某人有个约定 谁知道人家有碰到意外的情况 不能够按正的约定去做 又是脱底 船家 船家 你今天没有开船吗 又说载我过海的 天气预报说 今天打台风 这样的天气出海 一定狗死一生 我吃你脱底 好过我 好过一条命 最多这样 等台风过了之后 第一个载你过海 你说的 到时候又不是脱底 这个脱子如果译成普通话 就是脱落脱开这一类的意思 但是讲到使用频率 广夫人使用这个脱子的机会 就比普通话讲的脱落脱胎 多得多了 举例来讲一下 这本书 被人切得多了 书叶散了 是脱皮脱骨 一扎东西绑得好地地 断了条绳 散开了 是脱脱离离 踢足球 大大黑的球 就会脱了脚 如果这次脱脚 是犯了一些低级错误 就可能将观众笑到脱下巴 人人都会指着这个足球员 说 这次就真的脱脱了 有应酬 或者是有很多事要处理 走不开 打个电话回家就说 你们先吃饭吧 我脱不了身了 那小朋友跳脾 没有人管得住他 就说他是脱脆猫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现在我再说一说 以前我说 花美岛和火船仔 一起一起走的时候 就演化出那个拍拖的词 拍拖 就未必每个人每次都拍得成 拍拍下又拍不成 那叫什么呢 那就叫脱脱 试想一下 那小火船仔和花美岛解开成蓝之后 会是怎样的 不脱脱了 当然就是分开两部分 各种东西 以上说了这么多 用脱脱有关的词 有朋友还会问 脱脱又是什么意思 他原来的写法又是怎样的 我查了下书 有人说脱脱本来就是这两个字 是臆液 中国最古老的上书里面就有他的身影 臆液的解释是倾危不安的样子 孙中山先生为王花江七十二烈士事略写的那篇罪文里面 都用过这个词 不过现在用到这个词 一般只是说它很狼狈而已 而且语音也跟当时有些变化 今期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又到了我们月级挑战的时间了 还有发孔里同意的词是谁呢 A.发瘟 B.发烂炸 C.发浅寒 D.发达 明晚6点前发送300加答案编号到106.635 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价值300元的丰富奖品了 越讲越个人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播映的是 型亚运英语100句